LOOK Hello 大家好我是HAM 來往我們的後援 剛剛我的OBS又壞掉啦 我錄了20分鐘全美啊 卡死 唉 怎麼說這樣 電腦不行啦 好沒關係 那先來看一些更新公道吧 來這個是7的活動 就買飲料送序號 這邊有什麼小白單啊送序號 然後原本我們的 這個是9月18嘛 三年都發布了我現在是9月19的半夜 原本是預計是禮拜四嘛現在出現說什麼平台審查延遲啊 通常我們都是雙平台嘛售遊 所以有iOS跟Google Play 兩邊審查的那個時間有時候會不同步 所以他必須要讓他同步就變成說要等 因為以前玩別的手有遇過說 他先讓Google Play先更新完然後直接玩 那iOS就會不爽 就會抗議為什麼你們可以先玩我們還在維修 那就出包啊 就卡住 好這邊是 9月18 晚上9點多發布的 這個是CM情報 那我不知道明天我發布影片之後他還會不會有新的 更新公告 反正我們就先看這個 好 來吧 要開這個水月平原啊新的地圖 我們現在是兩張地圖嘛兩張大地圖 兩個區域 現在要再開這個水月平原 體驗好原本於雪花劍的過往故事 然後成長更新系統 現在最高等級是40 到時候是45 那裝備也會跟著提升 武器鞋子跟衣服的等級是不一樣的 他們這個是有差別的讓你慢慢裝上去 那那個飾品的話都是 大部分都是一樣 都是以5級為一個級距吧 好新增4種首領 呃 單人野地兩個 然後隊伍的一個 首領副本一個 就是4種 然後便利性功能優雅就是 威和制的這種RPG玩法就是 三倍數 原本是 我們現在是兩倍數 到時候會三倍數 然後這個是 新增裝備成長移轉系統就是我們這個裝備有加級加級加級有沒有 那這邊可以移轉 然後這個屬性 詞條也可以移轉 這邊叫文樣 你看成功移轉 剩下這個是康明樹應該是有新角色 給你一個剪影看 OK大概這樣吧 回來 呃我剛剛的我剛剛講什麼 我剛剛講了那個背包啦 背包 這是當你爆倉之後怎麼辦 然後講了那個金幣的那個 交換 交換數 呃金幣交換數是這樣啊你如果每天都要換的話你那個金幣絕對會不夠用 我剛剛只是稍微消費一下200多萬就不見了 喔這個 英雄強化這個 這個每天換14格啊 你換下去之後就沒錢了 40幾萬就不見了 我剛剛換 也衝了 衝的話大部分都衝不過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加級加級這個 呃沒衝過的話會加機率 那這個剛剛有衝過變加2 那這個資源沒有 就是這個東西啊這個東西只能去打這些東西 或是交換數 交換數是比較簡單的用金幣 然後每天大家還會推薦的就是換那個線嘛 那個緣份的線緣份的線也是有分啊 像我這個是綠裝嘛 然後你 衝衝之後就要衝這個藍色的 藍色的也是很貴 50萬 一個5萬 那這個一個10萬然後換30次 然後剩下這些東西其實都是要花錢 短時間之內比較不需要 這是金幣交換數 新手的話應該是每天換這個啦 那之後你才慢慢去換這個或這個 你才會想要去衝戰令 然後 背包你會發現很多綠色的啊 綠色的這個啊然後你要去衝 合成啊合成藍色的啊然後藍色再合成紫色的啊 這些都是要合成啊 還有這個神獸神獸精也是要合成 因為你用不到綠色的 然後這個隕石也都要合成啊 然後再來就是武功要把它用掉 武功用掉的話 就是你的角色等級要先夠然後超越要夠 那等級不夠的話 等級不夠的話我們怎麼辦 我們去那個家園這邊 反正現在5分鐘而已啊 全部都掉下來全部都掉下來全部都清掉了5分鐘就清掉了因為我剛剛清掉過 這邊你可以去稍微排列一下 比如說我先 排一下這個雷系的怎麼樣 把雷系的給排出來 這個是我昨天抽到的 隨便排一下雷系的 隨便排一下雷系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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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那麼多位置你可以慢慢排 我先排5隻好了 然後這個 毒屬性的 毒屬性的我們來排個5隻好了 這次也蠻多人用的 這隻啊 排一下好了 然後水屬性的我就 不多了啦 水屬性我真的沒有在用 隨便排個兩三隻好了 這個啦 這個 這隻 隨便再排一下好了 水屬性我還沒有啊 火屬性當然要排一下 可是這個我都沒有用 沒位置了 沒位置了 快沒位置了 我們稍微排個三隻就好了 這是暗屬性的 還有一些無屬性的 對不對 火屬性我也沒排對不對 沒位置了沒位置了 沒位置了沒位置了 我看誰比較順眼 這隻好了 沒位置了 反正這個我們現在5分鐘就搞定了 那就可以去消耗一下你那個 武功卷軸 看有沒有剛剛已經練得差不多了 剛剛都已經練掉了 我真的沒有 就來消耗一下 你要這樣一個一個切它才會告訴你 哪邊需要 這個要超三喔 這個也要超三 的樣子 因為它會鎖等級跟鎖那個 你的那個超超越啦 這樣你就消耗掉一些武功秘笈 就不會那麼爆倉了 到時候你要換的時候你也知道你缺什麼 你看這個也是鎖起來了 喔這個它說29 哇沒有鎖沒有鎖 這個應該是沒有秘笈 我剛剛就是在介紹這些啦 還有合成的部分 好沒有了再來這個也要再練一下 就是你要把位置去替換一下 這樣你那個背包就會越來越空 那你也可以擴充啦 擴充不貴但是上限是500吧 有網友說的 然後再來是合成的部分 合成的話就是你把綠色的 你要登入吧 然後去合它有機會變成藍色的 然後藍色再去 我們再把這個藍色的合成成紫色的 它還是會成功這樣 就這樣 合成合成 好是吧要大成功 要大成功 你就就合到紫色了這樣 這個隕石就是我們的家園這邊可以去 特性可以去裝 像這個紫色是我剛剛 我剛剛裝的 它的那個刻印的那個內容就比較強 我這邊有暴擊率啊 你看這邊會有一些什麼防護罩啊什麼的 看你要用什麼 這個是暴擊率嗎 這個是 核 利劑的傷害 萬家暴擊率怎麼樣 反正重新刻印也不會損失 它只是 拔拆 拔拆而已啊 不會怎樣 好 然後 加們的部分 有一個網友推薦說這個趕快練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敏捷步伐 但是你那個 探險銀杖要5 就是探險額外獲得率會增加 但是它這個加就是這樣一趴一趴一趴慢慢加 就是每天要練一下 那你那個要衝到5的話 這邊 你要擴建要3000所以我要存3000 喔你們也是一樣有機會就存一下然後把它去弄出來 那就可以把這個敏捷步伐給練一下 像這邊都是探索時間減少啊現在就 4個小時變3個小時無幾分鐘吧 什麼戰鬥力減少啊 臨時獲得量增加 然後探險的話我現在只能派一隊嘛 沒辦法 你要兩隊的話要花錢 像這個獎勵都還不錯啊 可以拿到這些有的美的啊 這個可以 拿回來你可以練 練你的等級啦所以還不錯 好這是 我們這個家園的部分 家門這個遊戲叫家門 OK我還有講什麼啊我有點忘記了我剛剛講什麼因為剛剛就講了20分鐘 主要就是 講背包吧 喔神獸星也是要合啦 剛剛是講隕石嘛神獸星這也是可以合 然後就可以看你要怎樣用 大成功就是綠色變藍色 綠色變藍色沒錯 之後可能還會把這個藍色升成紫色 特級的 這邊還有交換的喔 他說3換1耶 因為那個神獸鏡我們就是怎麼說 我現在都是需要藍色而且這個 爆的機率很高啊40% 每天都在爆好不好 我已經爆習慣啦不會生氣 有過就過沒過就算 你看40% 過不了 有沒有連爆 爆光光 不好衝啦 OK那我今天的 左下也沒玩然後戰力一樣跟昨天差不多 因為根本就 沒啥練啊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就是很卡 然後排名的話應該 掉出500名的 500的從400 往下掉 課長戰力是我們兩倍 然後等級再開上去之後會越差越遠 裝備啊等級又開上去他們是卡在6萬啦 那我們這個新地圖一開啊裝備一開等級一開他們應該會再上去 好那這一期就玩到這邊吧 沒辦法剛剛整個卡死的 因為我就一直掛機掛掛掛掛然後掛完就直接開始開路 然後就 OBS掛掉 好的我是HAMP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訂閱點贊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期再見大家拜拜 謝謝